春天的芽菜特別多 那我剛剛講 其實有些時候颱風季節 這個很多蔬菜受到回損 或者含流來有含害的時候 芽菜也是最容易有這個取得的食材 那芽菜到底有哪一些好處 芽菜的好處 我們先講一個例子 我有一個病人 我是幾歲的一個大姐 她本身是上班族 然後糖尿病 那坦白講我們也控制了有點失敗 因為糖尿血量是常常大於8.0 你知道嗎 那我是跟她講說 不然就已經吃那麼多顆藥了 你知道嗎 吃到四種藥了 那又不該打針 她又怕痛又不肯打針 你知道嗎 那後來我們就跟她講 好吧那真的不行 那我們就只好用力的整理你的飲食 那我們就開始給她餵教 那同時給她拍她的飲食日式 就每天吃什麼拿回來 就每次門診就在檢討這些東西 那後來就發現說 奇怪她到這個春天的季節的時候 她就抱怨說 她就要吃飽 她就是要吃那麼多澱粉 那我們嘗試跟她講說 好那你其實可以試試看 很多芽菜吃下去 其實她本身因為有蛋白質 甚至有一點脂肪 那她有飽足感 可是她也有一些蔬菜的部分 所以不太會增加你的血糖 那她把她自己的飲食做了一段時間調整之後 糖外血素從八點幾到七以下 那常常在六點五上下調整 那不錯啊 那表示還有一點改善 對 改善到達標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常用的幾個芽菜 像黃豆芽 黃豆本身就已經算是營養很豐富的東西 可是一旦變成豆芽 它的蛋白質利用力就會更高 因為我們本身你想想看 它本來只是一個種子 那種子要長成整個植物 它本身就要合成分解 做得很複雜的一些生化程序 那這些東西很多都是 我們需要的質化素 那綠豆芽它的維生素C 甚至是你常吃的柳丁的五倍 你知道嗎 所以它絕對不是因為它不酸 它就沒有維生素C 然後那個黑豆苗 黑豆苗基本上算肉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蛋白質含量 基本上是肉的兩倍是雞蛋的三倍 那牧樹芽 阿拉伯人認為它是很好的一個食物 那牧樹芽不是只有馬吃 其實它有維他命A B C D E 鹽鹼酸等等 還有很多的礦物質 所以尤其是這些營養豐富的芽菜 又是常常你自己可以控制的 為什麼 你不用一定要跟菜飯 人家什麼下雨受不到 你就沒得買 你可以自己發 有些厲害的人在陽台就可以顧 很多人在家裡就發了 事實上你連陽光都不用 大部分的芽菜你在家裡 就可以敷一敷就好了 剛剛講芽菜營養豐富 但是有一種人吃要小心 就是容易痛風的人 對啊 我跟你講 我有一個桃園的病人 他是藍領階級 然後困擾我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你開了那個醬尿酸藥給他吃 醬尿酸膏會發痛風 我們也知道 你開了那痛風藥給他吃 他也都說有吃 可是我跟你講 他有辦法兩個月給你來試吃 那我們用久了這些直接抗發炎的藥 我們也會心經膽調 因為症状科就很怕像要打一打 病人症状就壞掉了 所以就很困擾 那後來我們就去檢討說 你到底吃什麼東西 結果他說說 因為他們工作比較熱 比較累 他就會喝啤酒了 那啤酒有兩個問題 啤酒酒精會阻擋尿酸的排泄 OK 啤酒是啤酒花跟麥芽做的 對 那這兩個東西的普林是高的 OK 所以啤酒基本上來講 雖然它水多 可是它又生成普林多 又阻擋它的排泄 OK 所以它就很容易造成 像我這個病人就是反覆了 後來我跟他講 你乾脆這樣好了 你改喝 你改喝紅酒好了 紅酒只有一個壞處 重人不是應該喝開水嗎 喝開水最好 可是他累啊 你就要喝水 我們退而求其次 我們要跟他妥協 我們把啤酒換成紅酒 至少只是阻擋排泄 不會增加它的生成 可是我們有很多食物 我跟你講 其實這個普林都很高 尤其是痛風的病人 要小心這個問題 雖然大家都說內臟普林高 其實這也不存然是對的 內臟是肝腎高 那腸跟肚是不高的 好 然後呢 所以那些什麼豬肝啊 雞肝啊 魚肝啊 都是特別容易高普林 對 然後雞針啊 這些東西也都高 那魚呢 也不是所有魚都高 是沒有淋的魚高 所以像什麼 蒼啊 沙拉 袋啊 蔓啊 這些沒有淋的魚 它的普林是高的 那海鮮 也不是所有海鮮都有問題 有殼的跟軟體的有問題 OK 那豆內呢 這句話也是對一半 黃豆會增加普林 它普林高 可是黃豆可以抑制通風發作 所以黃豆其實是 通風病人其實是可以吃的啦 那蔬菜類的東西呢 就很多發芽的都 因為發芽我跟你講 發芽細胞一下就多起來 那我們所謂的普林是來自於我們的遺藏物質 那你如果細胞多起來 煮起來普林就很高 所以像什麼我們今天講的主要的主角 黃豆芽綠豆芽這些東西 譚之外普林都是很高的 那最後呢 你吃的這個火鍋湯啊 濃湯啊 高湯啊 這個東西喔 不但普林高 而且這個人工加料 我們常常很多時候 加上什麼鳥肝酸的萃取物啊什麼 你加了很多所謂的纖維劑啊 其實它就充滿了普林啊 所以你吃多了就很容易發作 然後呢 請所有的痛風的病人要記得一點 痛風對腎上是確定會傷害 你有二十次免費的發作 發了二十次之後 在我們教科書上講 二十次之後 每一次發作都會傷害到腎上 所以請善用你前面那二十次免費的時間